學生到立法院去抗議 結果把立法院弄得這副德信 結果現在立院的議場修復費用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他說願意幫忙扛下來 但是他說了下不為例 因為台灣沒有持續撕裂的本錢 因為當時我去看網院長 因為那時候整個協議鬧得真厲害的時候 就在那一段有一點憂心 因為台灣真的沒有條件跟環境 我們在嚴厲打轉 所以事實上所有人都應該撿起袖子 與其我想台灣是大家奈以生存成長的地方 與其在未來支持孫孫 我很擔心萬一擦江走火的話 萬一出了什麼狀況 那麼這個社會福的成本代價就非常的高 那如果那個時候我們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應該去做一些事吧